跨國運毒極權 為了擺脫茶器取貨 轉運的時候 往往會設下層層的掩護 但是這回牽連到外送員以及計程車司機 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協助了再送毒品 警方收網攻堅時 還有嫌犯是當場丟棄毒品 企圖來滅政 也有同伙在收到休息之後 立刻從住家來開溜 但還是遭到警方一網打盡 門開了 警方一擁而上 抓賭犯 趁著破門前控檔 嫌犯將毒品往外丟 想賴賬 但警方早在樓下監控 阻止販毒集團滅政 當場逮捕吳姓和陽姓男子 警匪鬥志不止如此 毒品走私入關後 先送到永和的郵局 讓外送員取見 再往樹林連鎖量販店跟計程車司機面交 之後交他換了三個送貨點 最後才到文山區曹姓嫌犯手上 輾轉運送五個地方 曹嫌文訊 吳陽二嫌 已遭警方逮捕 遂從臺北市文山區租屋處爬牆逃逸 專案小組最終在新北市中和區的旅店 將朝鮮拘捕到案 曹姓男子在警方攻堅時 疑似收到同火通報 從頂樓加蓋爬到隔壁逃走 幸好警方把漏網之魚補回來 這次查扣的K他命一萬多公克 安非他命一百多克 沒有攔下來可以供十萬人吸食 記者綜合報導